东北虎吐出舌头 铁市铁丝网 结果差点洞煮拔不下来 不只中国大陆东北地区持续降雪 华北地区的大雪天也影响到日常生活 山西太原市区一处学生上学必经的坡道 因为结冰变成溜滑梯 不少学生滑倒坡该 只得跪在地上慢慢爬 另外山西环曲线也因为降下洞雨 电力线路全被冰雪覆盖 导致大规模断电 居民在一片漆黑中生活煮饭 少了暖气供电冻得直发抖 画面中可以看到黄豆大小的冰雹 从天而降 打在地上劈啪作响 位于大陆西南部的重庆 天空突然出现冰雹 正折下了30分钟 整座路面都被冰雹覆盖 同一时间 湖北不止迎来大雪 还有冬季雷震雨 罕见天气怪象 让居民嘖嘖称奇 但这种强对流天气呢 在冬天出现呢确实不太多 但是也出现过 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强寒潮主体将继续东移南下 影响我国中东部 气温下降8到12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预警 从18号开始还有一股较强冷空气 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地区 未来时天气温持续偏低 22号过后才会缓慢回升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